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这门科目 我是这门科目的主题教师杨波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高频考点班次的讲解 主要我们来看一看第二章 也就是战略分析这一章节 所涉及的高频考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整个第二章战略分析 在整个考试中所占的位置 历年试题中 它的分值呢 大概在20到22分左右 那么这个基本是一个平均分值 有的时候会少一些 有的时候会多一些 那么考题呢 包括了选择题和主观题 一会儿呢 我都会给大家一一的讲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 第一节所涉及的高频考点有哪些 第一个是派茨分析 第二个是产品生命周期 第三个是波特武力 第四个是产业中的成功关键因素 第五个是竞争环境分析 第六个是战略群组分析 那么在第二章第一节的高频考点中 大家特别要注意的是 第一个派茨分析 出主观题的次数 箱子来讲比较多 那么产品生命周期呢 是以选择题考察为主的 那么波特武力 也是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产业中的成功关键因素 它也是选择题考察为主 竞争环境分析 也是选择题考察为主 而战略群组分析 在历年考试中 曾经多次出过主观题 所以这是我们说第二章第一节 涉及的相关的高频考点 那么第二章第二节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涉及了企业内部资源的 类型判断 第二个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 企业资源判断标准 第三个企业的能力的五种类型 第四个核心能力 第五个基准分析 第六个价值链分析 第七个波尔顿矩阵 和第八个钻石模型分析 那么钻石模型分析呢 也是在今年教材调整的时候 它调换了一下位置 放在了我们第二章第二节里面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对于第二章第二节的知识点呢 大家要知道啊 第一个企业内部资源的类型判断 一般来讲 这个地方是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企业资源判断标准 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企业能力的五种类型 这个地方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曾经出过主观题 那么核心能力 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基准分析 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价值链 曾经出过主观题 但是一般来说 我们是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那么波尔顿矩阵是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那么钻石模型分析 是以主观题考察为主 因为这两年 钻石模型频繁的出主观题 当然选择题也可以出 所以这个呢 大家要了解一下 那么在我们的第二章 第三节需要掌握的 就一个考点 也就是我们的斯沃的分析 这个斯沃的分析 一般来讲 是以选择题考察为主 它实际上里面只有一个矩阵 但是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在历年考试中 往往在出主观题的时候 这个斯沃的分析 往往会迷惑大家 怎么来迷惑呢 请从宏观分析的角度 判断一下 且面临的优势劣势 有哪些 对不对 机会威胁有哪些 这么一说 很多同学一看 优势劣劣势 机会威胁 都想到了斯沃的分析 实际上人前面说的很清楚 请从宏观 环境分析的角度 实际上他考察的是什么呀 派子分析 所以这种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就是我们呢 整个第二章三节 所设计的高频考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派子分析 派子分析这个地方呢 既有选择题 又有主观题 刚才我说过了 在历年考试中 曾经多次考察过主观题 我刚才说的都是 以什么什么为主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 指出主观题 或者这个地方 指出选择题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么在派子分析里面 首先我们要了解的 什么叫做派子分析 派子分析 PEST 对不对 P是什么 政治和法律 E呢 经济 S呢 社会文化 T呢 技术 对不对 这个我们了解之后 再来看一看 这四个要素里面 各自需要我们 掌握什么内容 首先 政治环境分析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 政治因素分析 包括哪几个方面 作为一个小选择题 第一个呢 企业所在国家 或者地区的 政局稳定状况 第二个呢 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 第三个呢 执政党所持的态度 和推行的基本策略 以及这些政策的 连续性和稳定性 第四个呢 是各政治理计集团 对企业活动产生的影响 那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也详细讲解了 这四个方面 各自从什么标准去判断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如果你那边呢 没有去听过 经讲班的课 建议去听一听 如果你手头 有我们的教材 建议去看一看 这四个后边 各有一些文字的描述 那那些描述 实际上就是让你来判断 对不对 哪些叫做 政局稳定状况啊 哪些叫做 政府行为对企业的影响啊 哪些叫做 执政党所持的态度 和推行的基本策略 以及这些 政策的连续性啊 对不对 各国 政治理计集团 对于企业活动 产生的影响 那是怎么产生的呀 对不对 那基本上 书中都有详细的描述 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好吧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 小的知识点 政治因素分析啊 那我们再来看法律 法律要了解啊 它是政府管理企业的一种手段 那么政府通过政治 直接来影响企业 它是通过法律法规 来间接影响企业活动 那么法律法规 存在有四大目的 作为一道小选择题 大家掌握一下 哪四大目的呢 保护企业 反对 不正当竞争 保护消费者 保护员工 保护呢 公众权力 免受不合理企业的损害 那么这个呢 大家一定要怎么样 把它记住 好不好 都是很简单的题 只要你记住了 基本上分都不会丢 并不涉及到 让你去详细的分析啊 对 系统化的去怎么样啊 去论述啊 不涉及这种题 都是直接出 直接答的 所以很简单 那么再来看 经济环境分析 经济环境呢 是指构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 社会经济状况 以及国家的经济政策 与政治法律环境相比 经济环境 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更直接更具体 那么一般来说 我们的经济环境 包括了社会经济结构啊 经济发展水平 与状况 经济体制 宏观经济政策 还有我们的其他经济条件啊 那我们要了解啊 经济环境分析这个地方 在这两年 教材修订的相对频繁一点啊 内容修订的倒不多 但是很频繁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今年2022年 教材它的一些描述 好吧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的社会经济结构 社会经济结构呢 是指国民经济中 不同的经济成分 不同的产业部门 以及社会 再生产各方面 再组成 我们国民经济整体时 相互的适应性 量的比例 以及排列关联的状况 那么这是我们说的 一个社会经济结构 当然这个概念 我们并不需要啊 把它记下来啊 了解就可以 什么需要记呢 我们要了解啊 社会经济结构 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结构 产业结构 分配结构 交换结构 消费结构 和技术结构 这是我们大家要了解的 这些内容一出现 就知道 这是经济环境分析中的 哪一个呀 社会经济结构 那么再来 是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 经济发展水平呢 是指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 和所达到的水平 反映了一个国家 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 包括了哪些呢 国内生产总值啊 人均GDP啊 还有经济增长速度啊 对不对 那么这些都是反映了什么呀 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 这个大家要了解啊 凡是这些指标一出现 经济环境分析 经济环境分析中的哪一个 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啊 那么经济发展状况 会影响一个企业的财务业绩 经济的增长率 取决于什么呀 商品和服务需求的总体变化 其他的经济影响因素 包括了什么呀 税收水平啊 通货膨胀啊 贸易差额和汇率啊 失业率利率 信贷投放 还有政府补助 那么这些都是 衡量我们经济发展水平与状况的一些要素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在历年试题中曾经考察过啊 说新能源汽车 国家给予了补贴 很多同学选了政治和法律 对不对 选了那个屁 那实际上是什么呀 实际上它是经济环境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面说的很清楚 我们的政府补助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一下啊 有的时候同学们会说 哎呀 这个按我的经验 感觉我就不好判断哪是政治啊 哪是经济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很简单 如果说书中有明文描述的 那它就是啊 经济啊 或者说政治 对吧 书中它归类到哪里 你就选哪个 书中没有明确描述的 凭感觉就可以了 特别是在这个地方做主观题的时候 你说政治法律 经济 社会文化 还有我们说的技术 你说 是不是需要我根据这些内容去判断呢 在做主观题的时候 不需要 在做主观题的时候 你自己感觉 哦 这是跟政治法律相关的 你粘到后边就行了 跟经济相关的 粘到后边就行了 那个时候凭感觉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在我们做选择题的时候 基本上它不是凭感觉啊 大概率是 我们都能找到出处 所以根据它的出处来做选择 这是提醒大家注意的 所以用一道历年试题 来告诉大家 像这种通货膨胀一出来 贸易差额汇率一出来 失业率利率 信贷投放 政府补助一出来 这些都是什么呀 都是经济环境啊 因素里面涉及的内容啊 那我们再来看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呢 指的是国家经济组织的形式 它规定了国家与企业 企业与企业 企业与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来调控或影响 社会经济流动的范围 内容和方式 了解一下就可以啊 那么宏观经济政策 指的是什么呀 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战略和策略 一般来说 宏观经济政策 包括了综合性的全国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包括了国民收入分配政策 包括了价格政策 包括了啊 我们的物资流通政策 把这个呢 作为小选择提起一下 当然考的概率也不是特别的高 但是呢 建议大家是要把它记一记 还有其他经济条件 其他经济条件呢 及其发展趋势 对一个企业的成功也特别的重要 比如说工资水平啊 供应商级竞争对手的价格变化 等等这些经济因素啊 对不对 那么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 行业内竞争激烈的程度 也可能会怎么样啊 延长我们的产品生命周期 鼓励企业呢 用自动化取代人工 促进外商投资 或者引入本土投资 使强劲的市场变弱 或者使安全的市场变得更具风险 所以说这些因素 大家也要有了解 这是其他经济条件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社会文化环境是指呢 企业所属的社会结构 社会风俗 习惯 信仰 价值观 行为规范 生活方式 文化传统 人口规模 以及地理分布 等等这些因素的形成和变动 所以 从社会文化这个因素的角度来看 所有这些涉及的 都属于我们社会文化因素的范畴 这个要注意 但是呢 我们在书中 实际上最后是围绕其中的一些 展开了讲解 包括哪些呢 人口因素 社会流动性 消费心理 生活方式变化 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对不对 这两个之间是有略微差异的 但是你要注意 这些都属于社会文化因素 所以把这个呢 稍微的有一个印象 别一出现 大家不知道他是不是了 比如说行为规范一出现 你说他是不是社会文化因素啊 很多人说不是 为什么因为我背的是人口 社会流动性 消费心理 生活方式 文化传统和价值观 我没背过什么行为规范 那可能就是你没有复习到位 在这个地方 所以大家要有个印象 好吧 那么最主要的 还是对于呢 这几个社会文化因素的一个判断 或者说辨别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呢 包括企业所在地区居民的 地理分布及密度 年龄 教育水平 国籍 那么这些全部都是 人口因素的判断标准 一出现年龄啊 教育水平啊 国籍啊 什么因素啊 人口因素 那么人口因素是什么呢 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对不对 那么大型企业通常会呢 利用人口统计数据来进行客户的定位 并用于呢 研究如何开发产品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说 人口总数 它会影响到什么呀 社会生产总规模 对不对 人口的地理分布会影响到什么呀 企业的选址 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年龄结构 会影响什么呀 社会需求结构 进而影响社会供给结构和企业生产结构 那人口教育水平呢 决定了企业人力资源状况 家庭户数及结构变化 与耐用消费品需求和变化趋势怎么样 密切相关 所以说呢 它会影响到我们耐用消费品的生产规模 所以我们在做人口分析的时候 就是从这些角度我们来看 哦 它怎么影响了我的企业 我根据这些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 或者说社会文化因素中的人口因素 我怎么来做合理的决策 对不对 所以注意这些内容全部都是什么 人口因素 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再来有一些变量 比如说结婚率 离婚率 出生率 死亡率 人口的平均寿命 人口的年龄和地区分布 人口在民族和性别上的比例 地区人口的教育水平 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那么这些都属于人口因素 凡是出现这些关键词了 人口因素 那我们再来看社会流动性 社会流动性的主要涉及 社会分层情况 各阶层之间差异 以及人们是否可以在各个阶层之间转换 人口内部各群体的规模 财富及其构成变化 以及不同区域的人口分布 包括了城市 郊区 农村 对不对 那么社会流动性 对企业产品定位和调整 市场细分等策略制定十分的重要 这里面的社会流动性 主要指几个方面 这边说的也很清楚了 社会分层 你说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分层 资本家 对不对 中产阶级 对不对 然后下边是什么 贫困的老百姓 或者叫无产阶级 对不对 我们可以按这个来分层 他们之间的流动性如何 是不是 你只要一努力 你就能够怎么样 从一个无产阶级 到一个什么 中产阶级 对不对 那么再来 我们说呢 城市 还有什么呀 农村 还有城乡结合部 他们之间 这些人口的流动性如何 那么这也是我们社会流动性的一个什么呀 一个角度 那么这些呢 刚才说过了 会影响我们产品的定位和调整 还有我们的市场细分策略 对不对 你包括 给城乡结合部的 给我们这个农村的 给我们城市的 这些产品的一些定位 就不能一样 对不对 它是根据一个社会流动性相关的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那么再来 消费心理 消费心理呢 指的是什么呀 一部分顾客的消费心理 是在购物过程中 追求有新鲜感的产品 多余满足其实际需要的产品 包括了 攀比心理呀 求义心理呀 从众心理呀 求是心理 我们在讲课的时候 特别强调过了 什么叫做攀比心理 你有我也得有 这就叫攀比心理 什么叫求义心理 我就要与你与众不同 什么叫从众心理 别人买我也买 对不对 什么叫求是心理 我就买性价比最高的 对不对 我不去贪图那些什么呀 虚荣的那些东西 对不对 不务实的那些东西 对不对 这叫求实 那这是四种消费心理的典型的表现 在我们历年考试中 曾经出过这么一道题 说女人和孩子的钱好赚 体现了什么 那当然体现了什么呀 社会文化因素啊 为什么呀 它体现的不就是消费心理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 那么再来 生活方式的变化 生活方式的变化 主要包括当前 及新兴的生活方式 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人们对于社交 自尊 求知 审美的需要 会更加强烈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说 生活方式 它的一些变化 记住我们在课上 讲的一些案例 再来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 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 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 它是影响经济活动的 一个重要因素 那一般来讲 我们说什么圣诞节呀 新年呢 这些关键的词义出现 这就属于什么呀 文化传统 对不对 那么再来 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呢 社会公众评价各种行为的 一个关键标准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人们的价值观各有差异 例如西方国家 它崇拜什么呀 个人英雄主义 对不对 而日本则注重什么呀 内部关系的融洽 这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体现 我记得在历年考题中 曾经这句话 就原封不动的出现在 我们的题杆中 很多同学选了什么呀 西方人注重 个人主义 对不对 日本人注重什么 内部关系的融洽 这是一个文化传统 对不对 谁跟你说的是文化传统 对不对 原文放在什么价值观里边 当然选什么呀 价值观了 所以书中这些小案例 一定要去记一记看一看 对不对 因为实际上 这一句话放在这 不同的同学 有不同角度的解读 你这不同角度的解读 就有可能怎么样啊 你自认为你是有道理的 但是判卷老师可不这么认为 对不对 或者说标准答案可不这么认为 所以说呢 像这种关键的句子 一定要去记一记 我们这个书中 涉及的一些小案例 在每个支点后面给你付的 一定要去看一看 哪怕是一句话 都有可能变成 今年的一道题 在每年考试中 都有这样的提啊 就是在书中原封不动的 或者稍微变了变的 都有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不好 那么再来看我们的技术环境因素 技术环境因素 就涉及了一个比较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技术环境 对于战略所产生的污点影响 那这个知识点呢 实际上还算重要 但是呢 在历年考试中 在很多年前 也就考过选择题 你说这个地方出个主关题 行不行 我觉得也可以 但是呢 它作为整个派子分析的一部分 把这个小点拿出来 做主关题 可能还有点什么呀 有点不太合适 所以说这个地方 在很多年前 只作为选择题考察过 很多年没有考察了 但是大家呢 需要把它掌握 因为之前既然能出 未来也可能会出 对不对 只不过频率高低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五点 第一点 技术的进步 使企业能对市场及客户 进行更有效的分析 例如 我们使用了自动化 或者数据库系统 来获取数据 能够更加准确的分析 那么第二点 新技术的出现 使社会对本行业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 从而使企业可以 扩大经营范围 或者开辟新的市场 第三点 技术进步 可以创造竞争优势 例如 利用新的生产技术方法 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 提供优质的 高性能的 这种产品和服务 第四点 技术的进步 可以导致现有的产品 被淘汰 或者缩短生命周期 第五点 新技术的发展 可以使企业更多的 关注我们的环境保护 社会责任 以及可持续成长的问题 那么这是这五点 其中特别要提醒大家 注意的是第一点和第三点 为什么呢 第一点和第三点 分别有一个例如 看到了吗 那么例如后边这句话 他可能就会拿来 给你做文章 给你放在题杆中 问你 这体现了技术环境 对战略所产生的 哪点影响 你要能够选出来 对不对 如果出现了自动化 或者数据库系统 然后让我们的 这个分析更加准确 当然选的是什么呀 技术的进步 使企业能对市场及客户 进行更有效的分析 对不对 如果出现了 我们说利用一个新的 生产技术方法 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 然后提供优质 高性能的产品和服务 当然选什么呀 技术进步 可以创造竞争优势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当然我相信很多同学说 我看了这个例子 就知道选哪个了 别这么 怎么说呢 轻敌 别这么过于自信 最好的是怎么样 你在备考的过程中 就反复的给自己加深印象 好不好 别到时候真要一失手 对不对 没选对 那那个时候怎么样 就变成盲目的自信了 对吧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一些例题 看这道单选题 日本的企业 很注重内部关系的融洽 这几千的社会文化 因素中的哪一个 这也是一道理解实题 刚才说过了 对不对 因为刚才呢 那边说的是什么 美国人注重的是什么 个人用型主义 对不对 日本人注重什么 内部关系的融洽 对不对 团队精神 这当然体现了什么呀 我们说很简单 价值观 但是呢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很多同学在做这道题的时候 选到了什么 选到了文化传统 我这么一说 很多同学在下边就笑了 怎么还有这么笨的同学 你不要笑别人 对不对 像我说的 真正到了考场中 你坐在那 给你一个固定的时间 让你拼命作答的时候 对不对 如果你掌握的不够扎实 很有可能 你也会选错 真的是这个样子 只有掌握的足够扎实 你才能确定的告诉自己 这道题 选择的是什么 选择的是C选项 否则的话 我跟你讲 有的时候 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看过很多的同学 考完试 对不对 然后这个 网友回忆版的 这个题一出 他就开始怎么样 他就开始 就开始哭了 对不对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 下一个高兵考点 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 这个高兵考点呢 在历年考试中 是以选择题的形式 来考察的 他考察的概率 高达什么呀 百分百 今年也会考到 因为基本上 每一年都没落下 所以需要 我们重点 加以掌握 那么首先来回顾 产品生命周期 这个知识点 产品生命周期 涉及了几个阶段呢 四个阶段 导入期 成长期 成熟期和衰退期 对不对 那我们首先要掌握的 就是这四个阶段 他们各自的特征 帮助我们来判断 对不对 考试中所遇到的那个题 他所描述的 是哪一个生命周期阶段 那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导入期的特点 顾客的特点 用户很少 只有高收入者才会尝试 产品的特征 是设计新颖 但是质量和可靠性较差 特点性能和目标市场 在不断的发展变化 生产能力是产能过剩 生产成本较高 总体战略目标 是企业的规模 可能会非常的小 扩大市场份额 争取成为领头羊 战略路径是投资于研究与开发和技术改进 提高产品质量 竞争的特点是很少的竞争对手 那么经营的风险是高风险 毛利与净利是价格弹性小 可以采用高价格 高毛利的策略 销量小导致低净利 那么这个整个就是我们导入期所设计的特征 我们在这边不一展开讲解了 因为在我们这个经讲班 对不对 我们是逐一的每一个都给大家拆开了 详细解释了 为什么对不对 但是我们毕竟是高评考点 我们在这边不讲解 如果你想了解 可以听一听我们经讲班里的内容 那么在考试的过程中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这里边的每一句话 都有可能变成题杆 都有可能变成选项 对不对 比如说他会问你 对不对 导入期的总体战略目标是什么呀 你要知道ABCD四个选项中 只有哪一个是对的 扩大市场份额 争取成为领头羊 对不对 或者说他问你了 这个企业处于某个生命周期阶段 那么这个企业呢 在这个生命周期阶段的时候 把钱全用来投资到什么上了 研究与开发和技术改进上了 努力的提高产品质量 那请问这个企业 在哪一个生命周期阶段呢 你要知道 这是我们战略路径对不对 他在哪个生命周期阶段呢 导入期 所以无论他是在体干中 还是在选项中 你都应该第一时间 能够选出正确的答案 他往往出现在选项中的时候 是四个生命周期阶段 他各自的特点跟你混搭在一起 你要第一时间判断出来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我们再来看成长期 成长期的主要标志 是销量节节攀升 销售群扩大 产品的特征 是各厂家产品 在技术和性能方面 有较大的差异 顾客的特点 是消费者接受 参差不齐的质量 对质量要求不高 市场营销的角度 是广告费用较高 但每单位广告费用在下降 生产能力 是生产能力不足 需要向大批量生产转换 并建立大宗的分销渠道 那么竞争的特点 是竞争者开始涌入 开始争夺人才和资源 出现了兼并 等等这些意外事件 引起市场的动荡 总体的战略目标 是争取最大市场份额 战略路径是市场营销 这是改变价格 或者质量形象的好时机 经营的风险 是风险开始降低了 产品的不确定性 也开始降低了 市场的不确定性 开始怎么样增加了 那么风险 主要与产品市场份额 和市场份额 能和保持到成熟旗有关 毛利净利 是需求大于供应 产品价格最高 单位产品净利润怎么样 最高 那么这是我们成长期的特点 那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成熟期 成熟期的主要标志 是挑衅性的价格竞争 顾客的特点 是市场饱和 新客户减少 依靠老客户重复购买 产品的特征 是产品逐步标准化 差异不明显 技术和质量改进缓慢 生产能力 是生产稳定 局部产能过剩 那么总体战略目标 是巩固市场份额 提高投资报酬率 战略路径 是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竞争的特点 是任何竞争者 想要扩大市场份额 都会遇到对手的顽强抵抗 并引发价格竞争 那么经营风险 是中等风险 销售市场份额 盈利水平趋于稳定 那么毛利净利 是产品价格开始下降 毛利率和净利润率都下降 利润空间失踪 现金流容易预测 那么衰退期 顾客的特点 是非常精明的买主 对性价比要求非常的高 产品的特征 是产品差别较小 质量出现问题 生产能力呢 是产能严重过剩 只有大批量生产 并且有自己销售渠道的企业 才具有竞争力 那么总体战略是一个防御 获取最后的现金流 如果缺乏成本优势 就采用退却战略 战略路径是控制成本 维持正的现金流量 那么竞争的特点呢 在衰退期 是有些竞争者 先于产品退出了市场 经营的风险呢 是经营风险进一步降低 主要的悬念是什么时间 将产品完全退出市场 毛利 净利 价格差异缩小 低价格 低毛利 价格下降 在衰退后期 多数企业退出后 价格有往上扬 那么这就是我们四个 生命中期阶段 他们各自的特点 刚才我说的很清楚了 在历年考试中 所有的题 基本上都是原文出现 原文考察 只不过这些原文 有的出现在题杆中 有的出现在选项中 你一定要记清楚记准 下去之后呢 多做一些练习题 加以巩固 这个我特别强调了 考察的概率是百分百 那我们再来看 产品的生命中期的局限性 产品生命中期的局限性呢 一般来说 也是考察选择题 下来关于产品生命中期 局限性 说法正确的事 那也是原文出现 原文考察 我们来看一下这四句话 各阶段持续时间 随着产业的不同 而非常的不同 并且一个产业 究竟处于生命中期的 哪一个阶段 通常呢 不容易区分清楚 这就削减了这个概念 作为规划工具的 有用之处 第二个 产业的增长 并不是总成S型的 有的时候 刚刚出现 就消亡了 有的产业 在一段时间衰退之后 又开始重新上升 有的产业 直接跨越了导入期 那么公司 可以通过产品创新 和产品的重新定位 来影响 增长曲线的形状 与生命中期的 每一个阶段 相联系的竞争属性 随着产业的不同而不同 例如 有些产业开始集中 后来仍然集中 有些产业 集中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不集中了 运用生命中期 不能仅停留在 预测产业演变 而应当深入研究 演变过程本身 了解什么因素 推进了演变 我们姑且认为 这是四句话 实际上要比四句多 但是我们说 一二三四点 选择题 原文出现 原文选择 这个地方 一点都不难 记住了 就能够做得对 所以在历年考试中 这个考察的概率 并不高 并不高 但是曾经出现过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旦这种提议出现 就是你超越别人的时候 因为别人 他可能没有记 他可能只把生命周期的 这些什么呀 四个阶段的特点 背得拱瓜烂熟 结果考了个局限性 那你记住了 你就得分了 所以像这些知识点 大家看着虽然头疼 但是实际上 这是最有效 能够帮你怎么样 通过我们战略的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单选题 下列各项中 属于生命周期中 导入期特征的事 你看就是直接考察 问你下列哪些 属于导入期的特征 需求大于供应 产品价格最高 单位产品净利润也最高 对不对 B选项 产品用户很少 虽然设计新颖 但是质量有待提高 用户少 设计新颖 质量有待提高 C选项 产品价格开始下降 毛利净利润都下降 利润空间怎么样 适中 D选项 产品差别较小 价格差异也缩小 产品质量可能会出现问题 那我们说选哪一个呀 太明显了 对不对 选择我们的B选项 A选项是什么呀 成长期 C选项是成熟期 D选项是衰退期 你看是不是 把我们四个阶段 这个生命周期特点中 每一个都拿出了一个作为选项了 而且全部都是原文出现 对不对 所以对于这种题 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分析 而是记住上去直接选 这要提醒大家注意 再来看这道单选题 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 处于同一产业的企业 纷纷通过市场营销 争取某产品最大市场份额 这种情形标志着该产业 已经进入了生命周期的哪个阶段 A导入 B成长 C成熟 D衰退 我们圈重点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通过市场营销争取最大市场份额 那我们说争取最大市场份额 是哪一个阶段的 很简单 对不对 直接做出选择 我们的B选项 成长期的企业的战略目标 是争取最大市场份额 对不对 并且坚持到我们成熟期的到来 所以选什么呀 选择B 你看是不是这些题都特别的简单 全部都是我们原文出现 关键词出现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准 请不吝点赞订阅